當岳母赤字時,媳婦是不贊成的這部舞台劇《口碑好,票房家》 今天召開家演記者會 飾演岳母的芳芳大談挑戰自己演舞台劇《忘詞》的驚險時刻 而對於家演的場次,為什麼幾個主要角色換成新演員? 大家則表示主要是演員檔期的問題 演員有一些檔期上面的關係 對,所以我們這次就做了一些調整 我說沒有哪一個角色是非哪一個人演不可 就是每一個演員在詮釋一個角色的時候 他應該都可以賦予這個角色生命 然後呈現出來的,給觀眾看到的應該是不一樣的感受 如果你演每一個角色,你都是要看別人怎麼演 然後去模仿別人怎麼演,這個演員就失敗 所以我們如何給予一個角色,是我賦予他的一個新的生命 給觀眾有不同的感受,這很重要 陳子強還大抱怨為什麼不是換他演岳飛? 哈哈哈哈哈哈 你長得太可愛了啦 被嚇得搶走了 這部藉由岳飛來探討千百年來婆媳問題 的確是很有趣的觀點 而芳芳也認為台灣的演員演起戲來總是特別認真 觀眾可以看得到,在台上演員演得好不好 那是騙不了觀眾的 我們從來不敢說不敬畏舞台 也從來不敢輕視觀眾 因為我們常常有的人認為觀眾沒關係錯了 觀眾是會看戲的 所以我們非常敬重舞台也尊重觀眾 因為這樣才表示我們尊重自己 看來台灣的軟實力目前還是相當堅強 ETV新聞網台北報導 好的 兒子